大家好,平时在家会炸点食物 比如酥肉,鱼仔,抗肉等等都要用到大量的油 那您是怎么处理剩下的油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我从大厨那里学到的一个小妙招 新油,秒变香油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先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炸鱼仔的食用油 颜色明显非常的深 盆底还有很多杂质 就是这个油啊,颜色深又浑浊 这一盘就是新油,刚从油筒里面倒出来的 非常的清澈,颜色也很浅 所以说炸过的油跟新油啊,有很大的区别 先把油放在一边 先来准备一些香料 半分大葱切成葱段 生姜切成姜片 搅拌个洋葱切成长条 全部切好 装在碟子里面先 再来一点料头,一小块的桂皮 几颗八角 几片香叶 一把花椒 一把花椒 这里需要小心一点油温不能太高 如果油温太高,油就会溅出来 非常的危险 这里剩油先倒进这个玉米淀粉水 是为了吸附这个油里面的杂质 看一下 这个玉米淀粉水一倒进来就成了粉壶块 可以在锅里面多赚几千 吸附掉油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 现在把这块粉壶捞出来看看 上面这些黑黑黄黄的就是油里面的杂质啦 捞出来不要丢掉 然后再把剩下的淀粉水倒进去 一定要转圈这样倒哦 倒进去再用筷子搅动 现在又可以把这个粉红块捞出来了 经过两次的吸附来看一看 这个油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杂质和残渣啦 都被这土豆淀粉吸的干干净净 经过初步的处理 这个油的杂质已经去掉啦 但是里面的吸衣味还存在 就需要倒入刚刚准备好的料头 还有这个葱姜 先开中火炸干这些料头的水分 炸的过程中要不时搅动搅动 让所有的香料受入均匀 现在香料的水分炸干的差不多啦 转大火炸出香料的香味 这样就能够去除剩油里面的异味啦 大火炸了六七分钟 来看一下所有的料头都炸的金黄 并且变的酥脆啦 这时候准备把香料捞出来 就要转小火不能继续大火再炸 把香料炸糊啦 这个油的味道就不好了 周浩炸至像这样金黄酥脆的状态 香味全部都在油里面啦 处理好的油重新倒出来 来看现在这个油是不是比刚才轻了不少呢 闻起来非常的香 一点新意味都没有哦 而且来看看 油是很清澈的 没有炸制 以后家里面有剩油啊 就要像我这样子处理 像这样炸过的剩油到底能用几次呢 油经过高温加热 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油脂氧化物 反复高温的加热 这些不良物质呢 会局劲的增加 剩油可以吃 但是最好不要用来反复油炸高温加热 把剩油按照以上我的这个方法来处理以后 可以用来做条线 拌菜 和面 炖菜等等低温烹饪的菜式里 吃着又香又能健康的利用剩油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啦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